歡迎收看小明星 訂閱小明星 李宗盛 李宗盛 這隻開餐的 就是極貧危的黃胸毛 也就是和花鳥 農夫不單止沒有趕走牠們 更好歡迎牠們 最開心是什麼呢 就是收完米 你會見到鳥仔和花鳥 或者其他毛的鳥仔 飛到田裡吃米 你那一刻是會 收得有多辛苦 或者種的時候有多辛苦都不要緊 這裏三分之一面積的米田 都不會收割 讓小鳥放題 原來他們不是農夫 而是棍鳥會和長春社的成員 我們今天落田負責收米 已經收了幾天 我們是08年開始種米 我已經是第十二年落田 其實我們最開始都是做雀鳥保育 怎樣可以保育一些農地的雀鳥 有一塊田是會留給雀鳥吃 我們不會收的 整個冬天都會有米 雀鳥可以隨時下來吃自助餐 他們來到香港肚餓 吃飽飽 然後他們自己就再上路 香港的米田在80年代初是完全沒有了 要不就發展了新市鎮 剩下的田很多都轉了種菜 為了增加生物多養性 他們跟本地農夫和義工合作 在朗園種了一些香港農夫 已經很少種的稻米 池菇 馬蹄 和河花 成功吸引了很多不同的雀鳥來開餐 那我們就發現 咦 和花鳥的數字在朗園 我們平時只有個位數字 那年種了米就馬上到雙位數字 就在想會不會跟種米一樣 種多幾年就 數字又真的慢慢慢慢上升 但是同時全球和花鳥的數量 也慢慢降低 原來因為過度捕食 和花鳥的數量在十幾年間急跌了 它在14年之間 由2004年的霧危級別 到2017年的極度頻危級別 足足跳了三四級 因為這樣所以更加緊我們每年 一定要保持著種米 米田的雀鳥的多樣化 是高了很多 和其他菜田比 是畢竟的種類都不同 秋天比較常 在米田見到的雀鳥就是 和花鳥 栗耳毛 然後有文鳥 山麻鳥 有米的時候 它們就懂得走過來 其實只講毛也可能有六七種 都是會走到米田吃米 有時吃米 米田裡面的昆蟲 它們都喜歡 雀鳥為何這麼重要 是否只有人去走 其實雀鳥是某程度上 反映你的生態環境 或者你居住環境 健不健康 其實我們會用一些 生態友善的方法去種 我們不會用農藥 例如殺蟲水 打草水 我們不會選擇一些有機菜 容許肥料 放在我們快田裡 其實最辛苦 夏天的時候 又要趕著收米 收完米 隔不久 就要再插釀 三十多度 有高濕度 環境看下 又要做一些農務 是最辛苦的 有風評一來 馬上要叫全部同事 要搶收米 那時候又會很急 工作又要自己再安排 那時候是最辛苦的 那最開心的是什麼呢 收完米 你會看到和花鳥 或者其他毛的鳥 真的飛到一塊田道去吃米 那一刻是會 收得有多辛苦 或者種的時候有多辛苦 都不要緊 我們的目標已經達到了 種的米真的有鳥吃 謝謝